大家看到后面的大脚掌 知道啊 我又来到了老整沟 老整沟呢 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月圣地 再给大家来一期最详细的老整沟攻略 音乐走 现在呢 你用导航搜索老整沟啊 或者老整沟行业坡 软架呢 都能给你导航的入口或者相应位置 但是你会错过前半段 美不胜收的小树林和小溪穿越 大脚掌实际是在过去的穿越路线的正中间 所以您呢 先导航三道川 现在从北京走经理高速 仅需三个多小时啊 就可以到 然后继续向北走线道404 到黑龙山左转 水运路的尽头啊 就到了这片小树林 这里海拔1400米 所以晚上不会很冷 在这里扎营简直太舒服了 带上你心爱的姑娘 那叫一个惬意 普通SUV呢 也可以到这里 并且有一条小溪从这里流淌而过 第二天早上起来 别忘记再有所有的生活垃圾 继续沿着404线道走 突然会有一段特别好的白油路 记住上了白油路走500米 小岔口右转 进去两分钟 就能看到大脚掌了 之后这里的路况呢 也就只有越车才能挑战与体验 过了大脚掌 就开始对车后人的考验 小躲坡 小急弯 最多的路况呢 就是各种交叉轴 大家不要为交叉轴所难倒 现在的车辆配着都非常的高 试台越车都有电能的显化 配备了前后插速器锁的车辆呢 也特别多 所以只要试台越车都可以轻松通过 海拔呢也逐渐升高 地貌呢也随之发生变化 你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草垫 以及山底上的林场松树 一个多小时七八公里 就可以到达合汉坡的脚下 很多越野的朋友到这里就止步了 边上有起哄的说 只有松人没有松车 这里我要为这些敢于止步的朋友 点个赞 越野亮丽而行 安全第一 毕竟家里的亲人还等着你安全回家 接着要嫌身手的朋友 就开始挑战合汉坡了 有两条路线呢可以抵达坡顶 一个呢就是正面爬好岸坡 一个呢走边上的防火道 防火道难度也不低啊 连续上百个交叉轴 我走的就是防火道 我的木马人轴距短 又是六缸4.0的发动机 锁起爬起来还算OK 很多越野者呢是选择正爬 这里一定要用低速四驱放大扭矩 有后锁的也给它开开 如果到了七八月份赶上下雨 你就千万别来这里 坡面呢由于布满了碎石 所以辅着力比较低 可以放低一些胎压 时刻保持发动机的转速 以及修正车身姿态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 好岸坡的坡顶了 其实那也就意味着 老掌勾基本穿越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后边车呢 好好坑坑的在爬好岸坡呢 那么在好岸坡的坡顶啊 我们一直向北走 右转的就是川击山庄 左转的下坡就是赛北林场 可以一直到丰临大滩 这里秉哥 劝所有喜欢越野车的朋友们 量力而行 根据自己的驾驶能力 根据自己的抽换 祝你好运